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单元是科技 理解科技 这个单元当然是对各位同学都有重要性 尤其是假如你要做的题目是科技物件的设计 这个主题的话 那这个单元会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什么是科技 假如说我们要来回想人类最早的科技是什么 那大概想到的会是火焰火 火是人类文明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包括在古其他神话里面 这个相传人类是由普罗米修斯跟艾比米修斯用泥土做成的 不只人类就是世界万物 世界上各种动物 那他们把这个神明所拥有的各式各样的美善 比如说勇敢就给了狮子 然后这个善良就给了兔子 这样子分给各式各样的动物 来让各式各样的动物有不同的性格 然后最后分到人类的时候说没有东西可以分了 就已经分完了 那所以只好普罗米修斯呢 就跑去奥林匹克山里面去偷了神明用才有的火焰来给人类 这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古希腊人他们就知道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人类会使用科技 人类会使用技术 人类会创造工具 这个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一个最大的特征 好 这一位John Plant 他是一个YouTuber 然后他的YouTuber频道叫Primative Technology 非常鼓励同学上去查阅他的影片 他做什么事情 他本身是一个工程师 然后他平常没事干的时候 他是澳洲人 就跑去山上 然后去验证所谓的原始人的科技 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学者 或者是专家研究的那个样子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澳洲的原始人可能是毛利人 那他们会说这个澳洲原始人的祖先 他们会用什么样什么样的方式搭房子 好 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会去当地验证 他说假如说我真的要搭这个房子 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什么文明科技都没有 那我要怎么样来做完成这件事情 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讲得很简单 可是做起来其实很复杂 好 那 我讲大家猜猜看他进山之后 第一个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的话 好 他影片里面有拍 第一个他进山做出来的东西就是鞋子 他说人赤脚走在这个山里面 你要去收集各式各样的材料基本上太困难了 你一定会需要鞋子 所以要怎么做出来做出一个鞋子 你可以想想看 所以他就开始有这样子一系列的研究 那这个就很有趣 那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给大家看其中一个例子 是他 炼铁矿 因为 这个相传是 那个 当地的原住民是会用铁矿的 所以问题来了 铁矿怎么炼出来 铁矿你不可能只是把那个 原料拿过来 然后用火烧一烧就会跑出来 不会 所以第一个他要有高温 怎么样产生高温 方法就是要有木炭 那木炭要怎么出来 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 就是烘烤木头的炉子 所以你要有那个炉子 然后 那你有木炭之后 你温度也是还不够 所以你必须要有鼓风炉 鼓风炉要怎么样做出来 这样一步一步 在那个影片里面 你就会看到他怎么样去把这一系列的东西 把它通通做出来 然后最后练出来铁矿 就真的就是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来把东西做出来 好 这个影片我们就跳过去 请各位同学 你可以上YouTube频道去看 嗯 嗯 Stigler 这是一位法国哲学家 他还在世 然后 嗯 他的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 科技与时间 应该说技术与时间 然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 他的第一部就是他的博士论文 他在这一 这一 这一系列的研究里面 他在探讨的是 人类的技术 跟人类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共存关系 他发现 技术这个东西 并不像传统上认为 好像是一种 呃 由人类来主宰的一种 呃 无稽的 好像只是知识 只是理论 只是应用这样子的一种东西 他说科技 比较像是一种有机体 科技跟科技之间 在不同的地域里面的科技之间 会发生融合 会发生突变 有各式各样 跟有机体很像的一种 呃 发展状态 那他也提出了看法 就是说人类实际上跟科技的关系 比较像是 是人类在采用 呃 科技 而不是说人类完全主宰科技 这样的一种想法 好 就是人类 呃 在做 或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常常是 因为有了这个科技 而有这些想法 好 那第三个是 呃 他也很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的调查当中 发现 呃 随着科技的发展 呃 人类关于 呃 要做什么 跟 如何去生活 呃 就生 我们到底要活着要做什么的 或是怎么样呃 呃 存活 呃 这样这些事情的能力 呃 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 越来越弱 呃 人类正在逐渐丧失 呃 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事情 跟怎么样去生活的能力 呃 这是他 关于科技的三个 在当代很重要的反省 呃 这个反省 呃 导致很多我们现代的 关于一些科技的理论 哦 新兴的理论 尤其是在AI理论里面 呃 有所谓的 这个 呃 物件主导的 呃 本体论 意思是说 呃 物件是不是 或科技自己本身 是不是 其实也是一个 呃 思考的主体 好 当然 他只是因为他思考的方式 跟跟我们人类的思考 完全不一样 可是他自己有一个主体性 他自己在走自己的路 人类只能 按照他自己本来想要走的路 来 帮助他往前进而已 而没有办法真的去主宰 我们所要的科技往哪个方向去前进 好 这个就是 在当代很很重要的一种 呃 议题 好 这一位是 呃 波克哈 波克哈 他是乌牛母设计学院的老师 已经过世了 他是乌牛母设计学院的老师 也曾经是 呃 威马包浩斯 他们在战后重建 好 重新 又从威马工艺大学里面 重新再整治 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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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很重要的设计理论 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是他认为 呃 设计是五行的 设计在设计的东西是 虽然我们在设计的是实体 好 可是实际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那个五行的东西 那这五行的东西叫做机构 哦 institution 呃 呃 不是那个 mechanism 那个机构 而是社会机构啊 什么那个机构 好 这是他第一个理论 呃 就是technology 啊 technology co institution technology 指的就是设计 就是我们设计在完成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他画的插画很有趣 大家看一下 是第一个流声机 呃 唱盘机 呃 唱盘机发展成这个 呃 呃 原本是这个样子 有个很大的喇叭 然后画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画变成是我们现在偶尔还看到的 就是一个木盒子 好像一个盖子的唱盘机 然后现在变成MP3Player 或者是手机 或者这样 变成一个盒子 呃 咖啡机 好最早可能长这个样子 好 然后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咖啡机一个盒子 最早的电话 好是长这样 有这个 转轮 然后有来来来接通那个 呃 转接源 然后后来变成这样子 好可以 自己来拨打电话 好就是 有转盘的电话 到现在电话是一个盒子 武器 最早的武器长这样 然后还有枪 有炮 现在的武器长这样一个盒子 好就是说 这些东西在概念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 音乐播放的东西 都是咖啡机 都是 通讯的设备 好都是武器 可是最后到了当代 你看它最后的一个 结局好像都是一个盒子 它在很抽象的来表现说 就是 来告诉你说 我们在设计的东西 尽管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样貌 可是它背后在设计的都还是那一个概念 都还是那一个概念 它举了几个这个 institution这个概念的例子 好第一个例子是医院 好所以医院里面呢 呃 它以这个 空调设备为来举例 我们当然可以去设计一个空调 系统 好然后 可是因为医院里面很大 所以就会有这样一个构想 就是说 我有没有可能有个中央空调 就是我有一个中央的机房 然后来送冷气到各个小房间里面 好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提醒的是说 我们在做的实际上不是在设计这个中央空调 而是在重新改变这个医院的系统 为什么 它说 嗯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中央空调出现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某一间 呃 问诊室里面 有某一些严重的传染病 它就沿着这个中央空调 而散播到其他的 呃 诊疗室里面去了 好所以在该思考的问题 并不是只是单纯功能上 怎么样把一个冷气 呃 用一个中央集中的方式 来运送到各个房间里 而是 必须从整个医院的 呃 概念上 好 比如说它必须维持某种 呃 卫生的 无菌的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规格 来思考说 这个系统应该要来怎么样设计它 哦 然后它 呃 这个是找 最早的吸尘器 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是吸尘器 呃 在它那个年代吸尘器的 呃 是一个 家家户户很喜欢拿来 呃 觉得自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产品 可是它有个很重要的批判 就是说 呃 当时的吸尘器还没有很讲究所谓的滤网 它重点就是 把原本用扫地的 这个动作呢 变成用吸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 反而更大的危险是很多尘满 很多细微的病菌 反而是因为吸尘器的关系 而重新从本来静止的状态 被散播到空气当中 好 所以波尔卡它的批判是说 所以当我们要设计一个清洁系统的 呃 清洁器的 清洁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要思考的应该是这些 呃 原本会有的灰尘或者是这些脏污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好 把这些东西整个设为一个系统 设为一个机构来考量它 而不是只是面对这整个整个系统当中的某一小个环节 然后来做设计 这样反而 呃 达不到 或者是只是 制造了更多问题 好 而没办法解决我们本来想要回答的 而解决的问题 好 它另外一个关于institution的概念是 这个 呃 kiosk kiosk 我不太确定中文叫什么 应该叫做 呃 这种小的杂货店或杂货亭 或者什么售爆亭 好 然后基本上就出现在一个呃 呃 城市的街角 好 然后里面会卖烟 卖报纸 卖饮料等等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设计 它说你不是只是盖一个房子在那个地方 你要考量的是在这个地方的使用者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状态 它很可能是来这个街角等公车的 然后在等公车的过程中 就会跑去这个售爆亭 呃这个售爆亭呢 来买一个饮料 或买一份杂志或报纸 所以它的出现应该是跟整个都市的呃 呃规划 或者跟整个公车的系统 它是这整个系统当中的一部分 你不能把它拆开来当成一个单一的物件来去设计它 好 在呃公园 在公园里面它提出它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叫做呃漫步学 它说 这一些机构 或者是呃我们的设计 在实际的体验上都是一种 有点像是在呃使用者漫步的过程当中 呃呃才会得到的一种真实的体验 好 比如说它举例来 它举例来说就是比如说一个一个公园 好 在它那个年代 在都市里面盖公园是一个潮流 就是说大家想要呃让人类回归自然 可是它的批判就是说 为什么在都市里面盖公园 都是好 我房子一区 好然后再画房子好像画定一个一个区域 就这个这个区域种满树 就叫做都市公园 它说这样子其实你没并没有真正把人带到那一片绿地里面去 好你只是在都市里面创造了一块空地 而不是真的呃把大自然的那一种 享受来带到都市里面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好那反而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它它它它它它要漫步的这个概念 就是人在大自然中的概念 的的的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像是漫步的 像是在丛林当中穿梭 然后有一些新的发现 然后有一些呃 额景色是司空见惯的 好怎样 然后呃穿过某一个很长的走道走 才看到欸有一个很新的景色出现这样 所以在都市里面 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绿色都市的话 应该要把这种公园的规划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来来来规划它 你应该安你应该去构思的是 人在这个都市当中行走移动的路线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在这个路线上面 来安插各式各样 呃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 好像人类在自然中漫步一样的这种感受 而不是只是画一块地 好然后这块地就把它盖成公园 这样就结束了 好三步雪你看这个它 这是一个它跟这个 呃舞台表演艺术合作的一个作品 好这个作品的名称 呃叫做在游乐场当中的漫步 好所以什么叫做游乐场 游乐场的这种游乐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作品上面 有很多上上下下的楼梯 有很多这个方向是让你不知道 哪里会转到哪里去的一个一个状况 好这就是这是 但这是一个舞台 好这是一个舞台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那所以它也做了一些比较前卫的实验 好就是说怎么样去观察所谓的机构 怎么样去呃在一个机构当中去漫步去体验这个系统 或者去认识到有这个系统的存在 好那它的做法就是说 那我们就在这个机构里面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图片里面这个 这个在做什么 这是他们当时在做都市规划的一个时期呢 呃政府大量的在路边呃画停车阁 好停车阁在我们台湾 或在我们现代觉得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可是在当时有很很大的一个批判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把都市里的空间呃画出来 然后只给那些开车的人来享受 好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质疑 毕竟当时车子还是一个奢侈品 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公共空间 规划给这些奢侈品 所以这个Borkhart呢 他就呃带着同事跟学生就说 好那我们就到停车位上面去呃吃饭 他就把餐桌摆到停车位上 他说停车位你停的当然是车啊 可是什么是车的概念 我为什么不能放一张桌子 然后我们一群人围在这边一起吃饭 一样嘛都是给人用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里面 就是他们在那个停车格上面摆的桌子 然后大家围在这边好像平常一样 啊这一位就是他本人齁 Borkhart本人 那这个你看这个交通警察也出来维持秩序跟交通这样 好这是另外一个 好他们当时也是开始有所谓高速公路这个概念 然后批判也是说 哎车子开这么快 会不会有有有有什么样危险 好就所谓的高速到底这一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他们也做一个很前卫的一个活动吗 好就是车子是什么车子 他们说那会不会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定义车子就是那个挡风玻璃 所以你看到这个影片里面有很多的人就拿着挡风玻璃 然后就走到高速公路上面去 嘿啊实际上这个旁边都还是扯到 好就是 嗯 去去去去从去去从本质上好 从一种观察很特殊的观察的 的策略好一种一种方法来去看高速公路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好公车站好他们也做一些比较中性的好比较有趣的就是公车站都是立在某个街角不会动的东西 好在欧在德国公车站就是写个h好就是停的意思好就是公车站 所以他们说那我我可不可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公车站好 所以他们就看他带领了一群人然后每一个人拿着一个气球 然后气球他们就写个大大的h 好然后在广场和在一个城市里面这样走来走去 好 但这都是一些比较前卫的好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像是这种 呃前卫艺术啊或者行动艺术或者是批判艺术啊 或者是批判艺术啊这样的一些一些一些作为 可是实际上他们当年在做的事情就是透过去扮演 好去转换视角来去观察这个城市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机构 他们的目的是在理解这些机构好理解这些系统好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好就是所谓的系统 理解各这些都市里面的系统好 好 William Gavard 这是伦伦大学的老师 然后他的几篇很有趣的 后几个很有趣的这个设计研究呢是 他就把这些科技的东西 呃就用很居家的方式就把它放在家里面 然后来看看说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就不去设计他你就先把这个科技放在你身边去看看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比如说他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视讯系统 可是他把那个camera加在哪里他把它加在他家的屋顶 好啊然后那个荧幕放在自己家里的墙壁上 所以他就每天就从那墙壁上看到那个屋顶的景色 然后每天都差不多 我就这样子然后他就去去理解说 哎到底这样子的科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一个视讯系统 好那这个是他后来就是从视讯系统出发 然后来做的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这个设计叫漂浮桌 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桌子 你看中间有个孔 然后这个孔呢你会看到一个城市的空拍图 就好像google map这样 你从google map的上面看到一个城市的街道这样 然后这个空拍图它不是静止的 好你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桌子的四周加压 像我们刚刚看前面那样图它是用手压着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桌子上面摆一些东西 来增加它的重量 那这个时候这个空拍图的位置就会移动 那这样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就好像我的房子 我的现在的这个房间 这个空间 这个客厅 好像是一艘飞船一样飞在某个都市的上空 我可以透过操纵这个桌面来决定我要往哪个地方航行 造成一种这种视觉上的或体验上的一种错觉 这是2004年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 这2004年的 所以这当时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一个应用视讯科技的一个想象 好 那 所以各位同学 你在这个理解科技这个主题上面做的事情差不多 基本上第一个你要理解你所选定的那个科技物件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 就是有点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一个机构 或者是一个系统 它到底是属于这个系统当中的哪一个环节 去理解它 然后去观察自己 记录自己平常是怎么样使用这个物件 好 好 好 那 后面这边的部分 我很简单的带过去 因为这个 我们课堂上有讲 那我这边就 有点重复 所以我就不讲太多 第一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交通工具怎么影响城市样貌的问题 我们看到每个城市发展起来的年代是不一样的 那我这边用交通工具来给大家看 就是在那个城市发展出来年代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影响到这一个地区的都市样貌 好 那我们就可以更可以看到 所谓的这个系统它的问题 这个是马车 好 早期都是马车嘛 就是你人类移动 就是靠 就是靠动物的受力 那受力它有限 就是它的行进的这个路程也好 或是它的速度也好 都有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阿尔卑斯山山区附近的Google Map 这样来说就是它的都市的分布图 你会看到这些小城之间基本上距离都差不多 好 然后城市之间的路就是这个在山当中 好像蜿蜒起去的道路 像这个样子 然后重点有趣的就是你看到这个山的当中 或是其实在进山之前都一定会有一个城镇 为什么 就是因为山它没有办法一天跨越 你不可能说比如说我要从慕尼黑 然后要到这个Village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你想说这个一天就跨过去 不可能受力办不到 所以你一定是先 旅途一定会先进到山脚 然后在山脚那样过一夜 隔天再出发 然后来过这个山 否则你可能晚上在山里面就被狼吃掉了 或什么样不晓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基本上就是一天的路程的距离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好 在这个我们看到这是铁路 铁路发展的时代就是 这个美国建国左右的那个年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这应该是在东岸吧 诶我看看这是哪里 不好意思我有点忘记 这个是美国中部 美国中部 你可以看到它的都市的分布 已经拉得比较远 跟刚刚的比较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铁路线系统 其实这是一个大城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拉过来之后 基本上就不像刚刚欧洲那样 看到的那么密集 而是很稀疏的 那是因为人的行动的这个距离拉长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发展出来的城市样貌 然后就不一样 好 再来这个电动汽车 不是电动汽车 那个MOTO出现了 马达出现了引擎 出现之后 人的行动方式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到我们如果再看到 美国西岸又更现代一点的 更新的一些城市发展的地区 你可以看到当时当地的一个道路 跟城市就完全又跟前面不一样 基本上人类建筑道路的方式也改变了 所以整个都是直线 然后城市 就在这些直线的网格里面 这是一些影子 我们可以看到交通工具 跟城市的分布 或城市的样貌之间 它们是怎么样产生关联的 好 那所以大概这个答应就到这个地方 然后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的就是 体验这件事情 是跟科技很难说完全不相关 我们没有办法 离开科技来探讨体验 因为人类本身 我们一开始说的 科技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特证 它不是一个好像有选择性的一个结果 那所以说 当我们在探讨体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一直回来看 到底牵涉到这个 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科技到底是哪一些 然后从中我们才有办法去 做体验设计这件事情 好 那这就是这个单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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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